有妈的孩子第三天 一大早我妈就让我跟她一起去菜市场 人呢 已经跑偏了 等等我 刚刚和老妈在菜市场买了一些猪肉回来 正好我新买的料理机也送到了 干脆直接用它打了一些肉糜和马蹄碎 让老妈做一个拿手好菜 猪肉马蹄蛋饺 吃点菜呢 切点虾米 最实是肉末 搞一点马蹄 葱花还有那个虾 虾米 然后搅拌均匀 撒一点胡椒粉 不要太多 放一点脂筋 脂筋 脂筋味一点 然后就搞一点脏油 脏油 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不要太多 下一点点香油 搅拌均匀 然后就OK啦 敲几个鸡蛋 搅拌 把这个泡泡 切掉 切掉 鸡锅 下油 然后把火关下 有两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做蛋脚关键在于蛋皮 摊蛋皮的时候宁愿大也千万不要小 小的蛋皮不好把肉卷起来 是不是动作要快 对 第二 摊好蛋皮之后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肉馅都放进来 别让蛋皮浇咯 吃一吃 定 搞定 第二个 这是我妈做的 然后 这个是我做的 肉馅里加了马蹄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腻 一口咬下去 鲜甜又爽口 还有虾仁 超惊喜 尝一口 嗯 又有汁了 有虾仁吗 有没有吃就吃 有 你好厉害 你吃到虾仁 还有马蹄爽 嗯 好像好笑话 人生苦短 美食才是济世良方 我是羊爪爪 让我们一口一口吃掉忧愁